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属于非常简单的简介式的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因为它真正的解法很多很复杂 那我无法全部涵盖 那因为单单这个部分就可以上一整年了 所以基本上呢会留到各位大三的上学期 会来上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你学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你很快就会发觉 未来你所碰到的equation 全部都是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要解它 你就要有一点技巧 但是数学永远都是这样子 就是你不懂的时候你很害怕 所以你读任何书都有点障碍 但是当你懂一点 你胆子就大一点 你就可以往前跨比较大的脚步 学更多东西 然后心里面不害怕 我们一般把它叫做PDE 所以你看到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PDE就是我们所要讲的平衡方程 它是一个equation 包含了一个或者是两个或者是更多的部分微分 的一个里面还有一些 你未知的一些函数 OK 这个叫做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既然是微分 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就跟以前学到的长微分一样 什么叫做order 什么叫接次 这个定义基本上都一样 OK the order of the highest derivative of the equation 它这个equation里面最高次的微分项 就是它的order 它的接次 OK 当然 在这里面我们要牵涉到什么叫做linear 一个PDE equation is of the first degree in the dependent variabl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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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它其中所involve到了 你这个位置数呢 只能够involve怎么样 first degree 或者 不管是在它的任何地方 它都是很简单的一个相关性而已 你不可以给它很复杂的 那基本上呢 这个跟我们之前的定义啊 完全一样 所以你要是忘掉之前定义是什么 我让你们回家自己翻一下 知道吗 假设我考试考里面 什么叫linear partial differential question 你讲不讲得出来 我希望你讲得出来 OK 好 好 什么叫homogeneous 现在这边 homogeneous的定义呢 if if each term of such an equation contains either the dependent variable or one of its derivatives OK 也就是说这里面呢 它只是 包含很简单的 就是说 包含了这个 独立变数 事实上就是你的位置数 或者是它的位分如此而已 没有其他的像 OK 好 简而言之呢 我们上次 以前在讲ODE的时候 是什么呀 你把所有的变数 通通都丢到左边 等号左边来 对不对 右边等于0呢 就叫七次像 那意思就是整个equation 只跟X 或X的 微分有关系而已 没有其他像 那non-linear non-homogeneous 当然就是另外的了 好 我们来看看 在物理里面 好 这个呢 开始很重要哦 请大家呢 务必要把它形态啊 牢牢地记在你的心里面 因为我们会碰到非常多 第一个 你会碰到最多的 形式之一 是什么 Wave Equation 波动函数 不管你读光电锁 你要讲的是光的传递 电机 讲的是RF的传递 讯号 全部都是光 对不对 或者是我们在量子力学里面 你可能是透过光子产生作用 光跟物质的交互作用 全部提到的都是Wave OK Wave它是什么形式呢 请大家记住 我现在的写法 我会写个等式在这边 我因为它会 我们这个Equation会牵扯到微分 我们现在微分的对象有四个 事实上简而言之只有两个 一个是空间 一个是时间 我将空间的微分通通摆在左边 时间的微分通通摆在右边 OK 所以假设我空间的微分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有个U的方形 这U的方形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它是微之数 所以说不定是EM wave里面的E 或者是M 对不对 或者是H 这个不一定 它对空间的两四方微分 因为这是Laplasma 对不对 各位很清楚 它等于C平方分之一的 partial平方U partial T平方 也就是说 假如说这个Equation是对时间 对时间 对空间 都是两次放微分的 记住它是平微分 这个我们称之为 Wave Equation 它就是普通方式 好 那再来呢 假设我有一个呢 左边是空间也是两次放微分 但是右边只剩下 一次放微分 这个叫做什么 Equation 这个叫做Heat Equation 热流放程式 假设各位呢 以后有人要去读这个 积电系啊 那么 它可能呢 像热流就是他们非常 非常热门的一组啊 对不对 你半导体做完热的 热的要命 你当然不希望你做成的IC 最后自己是脑筋烧坏了 你怎么把热传掉 那这个就要研究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各位看到空间都是两次放微分 时间只剩下一次放微分 所以我们有两次微分 对时间微分 一次对时间微分 再来是什么 就不微了嘛 对不对 假设它就是个函数 这个叫做什么函数 这个叫做什么函数 各位电动 电磁学都学过了嘛 对不对 这个叫poison equation 好了 那再来更简单的是什么 跟时间根本就没有关系啊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什么equation la plus 是不是 还有一个形式 跟它不太一样的 但我相信你们金屋已经交到了 金屋里面交到的是什么equation 你们金屋交到哪边 对嘛 就是小听口equation嘛 对不对 小听 你们你们交到什么 你们还没交到这边 你们现在交到哪里 相对论 OKOKOK 很快你们就要交到 小听口equation 小听口equation啊 讲起来一点都不值得 一点都没有什么价值 动能加未能等于总能量 这个还用它写吗 对不对 但是它的形式不太一样 它动能是这样子的 这个就称之为小听口equation OK 所以说假设这个是描述我们波动的方程 古典的波动 假设这是描述我们热流的一个行为 或者是个扩散的行为 OK 这个是描述poison 你有sauce的状态 这个是描述什么东西 这边可能也跟t有关系 这个是描述一个稳定态的状态 因为跟时间没关系 当然是稳定态了 这个是个描述什么 在微观上面 只用量子力学能够描述的 一个equation 这几个都会跟着你们 起码这辈子吧 OK 除非以后你看到发展师 就把他丢到垃圾桶 把他冲掉 OK 当你当老板的时候就可以 知道吧 所以对数学很讨厌的人 以后一定要出去创业 知道吗 那以后赚更多钱 好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当我们在解这个温方程的时候 不管是平温方程 或者是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好像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我们出来了 你当然可以求得到一个解 但是我们希望是属于我这个状态下面的特定解 比如说好了 我们在讨论这个wave怎么传递 我们要讨论的可能是这个坡传传传传传 解得的这个光呢 在界面上面呢 它能够吻合界面的要求 所以界面就要有连续方程 它就要告诉你边界条件是怎么样 对不对 比如说好了 太阳能 我们希望做个电池 可以把太阳光通通吸收了 转换成电能 抱歉 因为锡的表面 假设你用锡 锡的表面反射率是板子30 光一打板子30 通通都反射掉了 你妈妈给你100块 不要不要 我拿70块就好了 哇真是谦虚啊 那你信不信我通通拿下来 那你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在上面做一层抗反射层 各位所有人的眼镜上面都有一层抗反射层 所以反射光量不大 像我早期啊 小时候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抗反射层 戴着眼镜啊 以前眼镜又特别大 那种得要命哦 从镜子里面的反射都看得到后面 好像后视镜一样 那个真是夸张啊 但是呢 你就希望做个抗反射层 让光线全部都穿到材料里面 最好了 假设你要做个镜子 你当然希望这个镜子可能是100%反射 你怎么做到100%反射 那最简单的 也是靠镀膜啊 那你就要计算这个电子波在传递的时候 经过这一个界面 两个界面 三个界面发生什么事情 最后我们希望 它能够达成我们要的 这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吗 对不对 所以任何这个东西 都跟你的边界条件有关系 我们讲这要留好了 你去看看这个IC上面的散热座 电脑IC上面的散热座 或者你就到电子仪器行 到什么燦昆 到什么全国电子 去看看它 它是不是常常都有那个风扇 对不对 后面有散热座 散热座不是一根一根的翅膀吗 对不对 或者是冷气机后面那个 你可以看到散热的地方 它都有片状 你要怎么做 它效率才高 是不是壁纸已经做成这个形状 就OK了 No 你要算好 它才有效率 你怎么能做一个不能散热的 对不对 那这样就不好 那这些都要吻合你的边界条件 所以我们要解这个PTE 不能够单单靠它 我们要加上什么 空间上的边界条件 我们叫boundary condition 但是时间也是个boundary condition 对不对 假设我们的电脑里头在run 或者是喷墨头 你们现在不是彩色列表机都买喷墨了吗 喷墨它这样挤出去 这样挤出去 挤出去颗粒很细 这样它要飞越这整个空间 然后就撞击到这个纸 然后晕开来 让纸吸收了 对不对 不要吸到里面 吸到表面就好了 那这个过程当中 它会产生热量 早期它怎么把它射出去 简单啊 它有一个地方就在煮开水 你要发射的时候 它就瞬间一个热量进去 一加热 一加热 蒸汽压一大热 就挤出一个 就飞出去 OK 那不是热的要命吗 那煮开水 所以说你不用的时候 它上面就干掉 干掉就塞住 塞住就要买新的 厂商好感激这个技术 可以卖好多 对不对 但是很难控制 所以后来就用压电 陶瓷的装置 加个电压 这个陶瓷会伸缩 你就做个超小型注射针筒 后面就是伸缩装置 伸缩一下 就挤出去一颗 就像飞越这整个空间 来 粘在这上面 对不对 但这些东西都会发热 那你怎么把热散掉 何况这种热 跟着时间有关系 你说简单嘛 Laplace有教我们 怎么把这个 弄成一个step function 或delta function 对不对 不要忘了 那只是一条equation 假设你要散热 形状很复杂 是这个equation 不是全微分的equation 而是partial部分 微分的equation 所以你也需要 时间的边界 告诉我发生什么 那时间的边界 最好的边界就是开始 开始那一点叫做边界 initial condition 我们必须要加上这两个之后呢 我们才能够得到它一个什么 exact的解 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ok 所以请记住 单单一个equation 没什么 谁都会写这个equation 怎么解才是问题啊 ok 好来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看 我们所有的概念 都跟下面要做的这件事情一样 我们有个pd 我们非常期望的 可以把他的solution解出来 我们希望可以解得出来 容易吗 不容易啊 现在问题同样的出在这边 你希望达到这边 容易吗 假如很容易 我们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对不对 就因为很难嘛 那你记不记得 我们教了这么多 你碰到很难的题目 你就是没有办法 你开车碰到前面有三奔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就撞 对不对 谁怕谁 我是刚做的match 对不对 我把前面石头 一直撞 一直撞 撞到毁掉为止 然后我开过去 哇好伟大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对不对 你的头比较大 这也没办法 另外一招我们要干嘛 对 我们要绕到 所以我们也要做同样的事情 因为这条路实在是太困难了 不是不行 但说来说 大部分我也不会 OK 只要去找做理论的老师 那我们怎么绕到 做实验的人 一看情况不太对啊 屁股拍拍啊 冒个烟就赶快绕到了 对不对 我们怎么绕到 对 物理的人 什么都不会 猜东西要一流的 你知道吗 先猜的再说 我已经说过 怎么组回去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不对 连猜都不会猜 那还得了 所以现在我的学生很厉害 我今天跟他讲 他周末跟我讲 温度计又挂掉了 我今天早上就跟助理讲 猜 结果呢 他五分钟之后 已经把零件 端在我的桌上了 OK 已经拆下来 怎么修还不知道 但没关系 我会教他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希望猜 怎么猜 就是很幸运的 在某几个简单的状况下面 我们可以用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把它给拆了 OK 你们有没有玩过那个游戏啊 一个木头各种形状的 你不晓得它怎么组起来 你不晓得它怎么拆 对不对 你在找那个方法 拔掉一根 或者是转一个角度 整个就开了 有没有玩过这个 有吗 礼品店都在卖嘛 各种形状都有一颗才 一百多块钱而已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很好玩 我们就是类似这样 我们透过一个非常巧妙的方式 把它给拆了 我们就很幸运的变成什么 ODE 哇 看到ODE心情就好多了 对不对 非常容易嘛 它只是再加几个字而已 叫做联力方程 如此而已啊 但是ODE 我们都不怕啊 基本上 大部分的 我们都会解 所以假设可以这样 把它拆开来 多爽 拆开之后 我们一个一个对付 对不对 我们一个一个对付它 我们就解联力方程 我把它写在中间 对不对 解完之后呢 重新组合 很幸运的话 你已经到了 棒不棒 哇 太爽了 对不对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子做 不管它怎么转换的 我都很愿意 就可以了 那我们怎么做 这一次我们要教的 只有一招 我最喜欢教 一招走天下的 没有第二招的 这招叫做 变数分离法 先写中文 这个字 常听嘛 对不对 我们以前叫做什么 变数什么 反正我们危机分离法 或者什么都常用什么 什么用个替代的方式啦 或者变数分离 这边就真的是用变数分离法 就把它给分了 你知道吗 然后它就变成它 变成它 但是在解的过程当中 我们当初所学到的 比如说 boundary condition怎么用 initial condition怎么用 我们通通都要派上用场 只是我们在解的时候 赫然发现 无法完全解完 里面有一部分 未知数还是留着 为什么 因为boundary condition 跟initial condition 不是你想要带进去 它的形式就符合 那有一些 没有用掉的 那既然分开来 你没办法用进去 那我们为什么不组合起来 试试看呢 组合起来之后再用 没笔就可以了 但假设还是不够了 还是不够了怎么办 我告诉大家 我们之前不是学 负利液技术吗 负利液技术 我们有讲到一个 很重要的观点 sin跟cosin是什么 是什么关系 对两个是正交的 因为积分起来等于零嘛 对不对 我们就利用正交特性 我们那时候 负利液技术不是利用正交特性 去解决它的位置数吗 我们当初用boundary condition 解od是要解什么 就是解位置数吗 那些常数我们不知道 就是用boundary condition 就是用initial condition来解 那我们是更多了一招 不只是这两个 我们多了一招是什么 叫做正交的特性 对不对 答案就跑出来 所以看起来 这道菜要炒起来 也没有什么太大困难 OK 只要大家稍微熟悉一下 你就会了 记住它的概念非常简单 把它拆开来 拆开来就用变数分离法 待会我会跟你讲 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么简单 你怎么知道这么简单就可以 我怎么知道 我能够算出个答案就是了 因为它是线性的 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有讲过 只要你是个线性的 你都会有个什么 唯一的解 既然你一定会有个唯一的解 你还怕什么 找一条easy的路 做就是了 你们有没有去玩过那个东西 我记得以前 严老师那边也有 但是你们以物理演示学 好像后来就没有再用 但有了白货公司有 科工馆也有 它就是很大一个圆圆的 然后中间一个洞这样子 这样子掉进去 好像是这个样子 漏斗状了 记不记得 记不记得 然后呢你拿一块钱或什么 这都骗人钱的 他就希望你用 你用钱嘛 随便你怎么丢 你只要丢下去让它转 最后 就掉下去 这简直是废话嘛 这中间个洞波 往那边掉 但是他就告诉你 这是唯一的一个地方 一个出路 所以你壁子已经丢 它都已经从这边掉下来 那你找个 easy的方式做就好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个就告诉你 这是一个很easy的方式 好好好 OK 好 好 有了这个之后呢 记住啊 这一步到这一步啊 完全都不要动脑筋 totally不要动脑筋 只有几个地方 你不太会弄了 人家已经弄完了 你把这个心血把它记住 OK 这一步如何下来 如何运用 boundary condition 如何解 这个各位也很熟悉了 最麻烦的是 后来你如何组合 对不对 组合完这 如何运用这两个 这个你也会用 这个怎么用 最后才能够变成你的答案 这些事要稍微熟悉一下 而事实上呢 你怎么做这件事情 跟你的坐标轴的取向很重要 你坐标选的对就很好做 坐标选的不对 那就自讨没去了 因为跟方程式的特性有关系 所以基本上 我们呢 会从很简单的开始 一步一步的往这边push 让大家能够了解 你要怎么解 这个流程图 我会画很多次 每次多多少少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没关系 这是我的流程图 你们要有你们自己的流程图 知道吗 要把它背起来 要把它记起来 不要以为物理的人不需要背东西 物理的人需要背东西 好 现在呢 我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现在呢 要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假设有一条 我们有一条线 这条线呢 在这边 这条线本来刚开始的时候 有个温度 就好像你把锅子端出来 锅子一定有个温度一样 热乎乎的 所以一开始呢 温度 它的温度呢 有个分布图 温度有个分布 而且呢 在时间等于零的时候呢 温度的消散有一定的速度 开始消散 刚开始就有一定的速度 假设是这样 然后我们要让这两端怎么样 先弄简单一点 这两端呢 都是零度 都是零度 OK 先弄零度比较简单 两端都是零度 很冰冷的 OK 那这个散热只能沿着这两端 因为弯低比较简单 弯低比较简单 请问一下 我们怎么来描述这个散热的过程 你必须要知道 OK 我们怎么来描述 你说啊 简单 这是什么方程 热流的方程 是哪一个方程是 第几条 第二条 一样化无路就把它搬过来了 它是个什么 heat equation 而且是什么 1D的heat equation 既然是1D 我们又用直角坐标系统 那 Laplace square 是不是就变成partial平方u partialx平方 等于1 over c平方的partialu partialt 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我只是照抄 把第二个式子抄过来 把前面的稍微展开一下 毫无关系的 把它丢掉 那就告诉我们 这个u是什么 就是这个材料上面的温度 你说老师不要用u 用t好不好 暂时先标 因为这边有个t 所以我们可能符号会重叠 好 那就用u吧 用u用u 来 那我们就把它叫做u 这个u是什么的关系 跟x分布有关系 跟着时间有关系 所以u是两个的变数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稍微做一下 我们现在位置数是谁 我们当初喜欢的位置数 都用蓝色的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是u xt 是位置数 好 我们说过 一个方式不足以解决掉 你还需要加上什么 bundering condition bundering condition 是空间上的边界 还要加上什么 时间上的边界 这两个都需要 所以我们需要bundering condition bundering condition 有什么 这个东西 的温度 在两个边界 永远都等于0 是不是告诉我们u 在左边界 左边界不就是0吗 时间呢 任意的时间 那就放个变数t了 它永远等于0 再来一个 它在右端 L 也就是我们这个呢 x从0到L 时间呢 任意时间 它也是等于0 嗯 写出来了 不过这个是空间的边界 时间的边界是什么呢 initial condition u 空间呢 水里的变 时间呢 等于0的地方 它一开始就有个分布 这个分布 因为时间等于0嘛 只跟位置有关系 就好像这根棒棒 你拿出来说 哇中间温度好高 两边温度比较低 因为你一touch到0度的时候 瞬间它就要变成0度 这个边界 当然你知道里面的温度 可能爬升很快 那也说不定 对不对 好第二个 它有一定的消散速度 刚开始的时候 消散速度是什么 就对时间的变化量 所以是partial u partial t 在t等于0的时候 它有一定的消散速度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是个消散速度 哇 我们都有这几个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玩游戏了 这个叫第一个式子 这叫第二个式子 这叫bc-1 这叫bc-2 这叫ic-1 ic-2 我们先把编号完 好吧 根据我们的地图 我们终于将我们的方程式 物理的系统用方程式描述出来 现在就开始来解它了 怎么解 第一个 我们要用变数分离法 想办法把它变成连立方程 它所谓变数分离法是什么意思 它所谓的变数分离法是什么意思 非常简单 听起来你都难以相信 你记不记得 那个什么 有一个信用卡的广告 好像你就可以 办信用卡就可以抽奖 而且每个人一定得奖的 他就画一个人 画设那个飞标 往前射 中心点 有个女生他来射 一射 下面有个盘子 也是在中心点 他怎么射都是对的 他就类似这个样子 他怎么做 他说 假设 假设什么东西 我们这个位置数 我们这个位置数 可以写成两个函数相乘 可以写成一个是跟X的函数 只跟X有关系的函数 另外一个只跟T有关系的函数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 你说哪里有这种事情 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 但是我们刚刚说了 条条大路通往马 管你怎么设的 算得出来就是了 所以他说这样可以 我们就试试看吧 对不对 了不起是诈骗集团 对不对 欺诈我们一点时间 这叫第二个试子 所以就代表我们当初是 这个不知道 经过第二个试子的假设呢 我们就演进到 有两个位置数 对不对 那谁怕谁嘛 就照做 所以我们就把第二个试子 带入第一个试子 带进去之后呢 第一个试子的左边 是对空间两次方微分 就是对它两次方微分 就这一微分的时候 里面谁跟空间有关系 大X 大X只有一个X的函数 所以这个时候 还需要偏微分吗 没有啦 因为它只有一个变数 偏微分就变成全微分 知道吗 可不可以对它微 它对X而言 几乎是常数嘛 常数把它提到旁边去 就是了嘛 对不对 所以左边那个试子呢 立刻就变成 D平方大X DX平方 再乘上一个 它看不到 相当于常数的T 这是左边 那右边会变成什么 C平方分之一 对时间的一次方偏微分 一接微分 这边时间只有跟T有关系而已 X对它也相当于常数 常数就先提出来 那只对它微分 那既然它的变数 只有一个变数 就是T 你又对T偏微分 那没有意义吧 就是权微分 是不是 我就可以写成这个样 你说这样子带进去 它就会自动变成它吗 如何变 拆东西也不是拆来乱丢了 对不对 你螺丝要摆好 这条线要剪断之前 要做好 谁跟谁接在一起 有颜色就要记录好颜色 没有颜色就要自己做标签 对不对 你不能剪完之后乱丢 最后当然组不回来 你组了回来才奇怪了 OK 你要搞清楚东西的方位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以前要是判到这个 第一件事情 记不记得 我们以前学文方程 第一件事情 看看能不能变数分离 把X统统挤在左边 T统统挤在右边 对不对 这不是很棒吗 那我们要怎么挤 当然你可以移位 或者是我们统统再把它除以2 我们把这个叫第三个十字 我们把3除以第二个十字 3除以2 这一除的时候 T跟T会消掉 前面变成X分之一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变成大X分之一 右边呢 这一 他一除上他 XX消掉 就剩下T分之一 就变成这样 眼尖的人一看 这个只跟什么有关系 这跟T有关系 这个呢 只跟X有关系 两个要相等 管他3除以1 他一定等于某个常数 对不对 他一定等于什么东西就是的 好 那我们就来做个简单的假设 假设 这个会等于K K是什么 不知道 所以这第一 意思是说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不只是引入了X跟T位之数 我们也引入了另外一个K 不晓得是什么东西 本来是一个不知道 现在竟然变成三个不知道 会不会自讨 没趣 未必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要 把它切开来 对不对 一个个对付 最后组合起来就对了 对不对 你身体不太对劲 对不对 先把你分解的 心脏搬出来 肺部搬出来 当然要放对地方了 不要给狗吃掉了 然后看肺有问题解决掉 心脏有问题解决掉 最后组合起来 然后变成一个丸丝 OK 不不 那当然你要活过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身体就好了 我们希望可以这样 好 那假设是这样子之后呢 我们很快就可以写出 下面的这个函数 我们整理完 你看看 这样是不是我们会变成什么 是不是两边要相等 它是不是变成ODE的联力方程了 不知道 我们再整理一下 我把这个沉过来 移过来 写成这样 你比较认识的吧 对不对 这个也一样画葫芦啊 我就写成这样 那这个时候 我们终于达成了 怎么样 我们的这个目的 已经完成了 我们终于把它拆成两个 长温方程 K等于什么 我还在 反正我们去解它吧 为了预防 自己算到后来 都搞不清楚 自己在算什么 我喜欢把位置数 标起来 我喜欢这样做 抱歉 这个不是X 这是T 上面这个怎么样 对 这边要平方 对 因为它是两次方微分 对不对 谢谢 好了 紧接着我们开始来解它 这个好不好解 下面这个很容易解 马上就可以解出来 对不对 假设你忘掉 我们稍稍微来算一算 好 算了 我不用这个了 好 这要怎么算 不管你先算上面 先算下面都可以 先算上面好了 这一看就知道 先算下面好了 这一看呢 就很像个什么东西 我们又可以再把它变数 再把它整理一下 T通挤到左边 大T通挤到左边 小T通挤到右边 对不对 所以这个式子 是不是可以写成这样 假设我 我算快一点 等号在这边 那是不是我可以 更进一步的 第一 大T 除以 大T 对不对 等于 两方乘上 K DT 是不是可以写成这样子 然后呢 两边积分 积完分之后 你不加常数 积完分之后 再加常数就好了 这个我用了 所以我不写上下线 最后加一个常数 不就出来了吗 所以这个会变成什么 这个的左边 会变成logT 右边会等于什么 这两个对T而言都是常数 就C平方 K乘上T就对了 现在我又多引入了一个常数 叫做C的 C又不晓得它是什么鬼东西 对不对 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然后呢 两端各取 Exponential 所以下面算出来了 第五个式子 log Exponential 就不见了 就变成T Expon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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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还是一个常数 对不对 这么相加 就变成两个Exponential相乘 第一个是Exponential C C 莫茶 第二个 Exponential C 这个C跟这个C 算了 我还是换个符号 这个叫D好了 所以在这边 这个叫做D 位置数 你看看 这个要很小心 又是写到后来 符号都差不多 你看看 赶快再回来 把地图更正一下 好 然后呢 里面呢 就是什么 C平方 K K是位置数 乘上时间T 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对不对 这个叫做D 第一 第一是什么 某个常数 我们不是说过 这几万分量 加个常数 既然是常数 Exponential 一个常数 是不是一个常数 就是位置数 管它 就叫做位置数 叫做D Plan 第六个四次 就算出来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位置数 演进到D Plan 对不对 好 我把这个稍微抄一下 好不好 所以我们经过 变数变换之后呢 我们这边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个 假设 Let 也可以 OK U XT 可以写成为 大 大X 大T 它们分别是X的函数 跟T的函数 这是第二个四次 然后我们把第二个四次 带入第一个四次 除以第二个四次 经过整理 我们就跑出最下面的那一大串的东西 我们就跑出了第一平方 大X over DX平方 减掉 K 大X X也是等于 也是位置数 还有下面呢 第一 大T DT 减掉 C平方 K T 等于0 这是我们第四个四次 跟第五个四次 对不对 我只是把它抄下来而已嘛 然后第五个四次呢 它的解呢 告诉我们 它会变成什么 大T 的这个T呢 会等于 某一个常数 Dpland 乘上 Exponential C平方 乘上 K T 所以 这个T是 只是变数而已 所以 就写这个 OK 这是第六个四次 对不对 我们要先稍微把它解一下 我们才可以运用这个 来用 所以说原来这个 未必是加在上面 你要先把它形式解出来之后 才能够用 代入它 所以这个呢 我会稍微修正一下呢 把它呢 加入这边 它是个复杂的过程 好 现在剩下这个 这个解起来会是什么 解出来会是什么 记不记得 我们以前就要假设 X是一个形式 对不对 然后把它丢进去试试看 这个解解会是什么 其实很重要一个因素 Depend on K是正的 还是负的 还是零 K要是零呢 是不是变成这样 哇 那B整金算就可以了 对不对 K要是正的呢 那就是这个形式嘛 K要是负的 我宁可里面先放个负的 外面就变加的 对不对 那不同的结果啊 所以呢 就很快了 第四个式字 X 有三种形式 第一个 K 大于零 第二个 K等于零 第三个 K小于零 对不对 有这三种状况 K大于零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直接呢 假设 X呢 可以等于 Exponential的什么 Lambda X 把它带进去算 就会解除 它的特征函数解嘛 对不对 然后最后再把它带回来 不就解决了吗 就带回来 它有两种解 是什么解 第一个是Exponential 然后把它夹起来 原来这下子又多了两个变数 一个A 一个叫B 对不对 好 第二个 K二是等于零 就是它嘛 那直接积分就好了 很快你会得出两个变数 就一个很线性的 C X 再加上 这边是D Plung嘛 我看看 我不要用C啦 因为我们已经有C了 我把它叫做E X 再加上F 就可以得出这么线性的一个方程式出来 第三个 当它小于0的时候 这边变成加的 加的 小于0的时候 我喜欢把它写成为 加上 负的 K 因为K小于0嘛 加个负的就变正了 对不对 那这样子一弄呢 K写成Sin Cos 或者是Exponential I的形式 那你就写Cos好了 Sin Cos好了 所以我这边会有 在哪里 在这 Cos 根号 负K X 另外一个是Sin 根号 负K X 两个不是要线性组合吗 一个叫做I 一个叫做J 所以都跑出I跟J E跟F 这三种状况 哪一个是真的 哪一个是假的 我们要判断一下 但在还没有判断之前 就是这三种状况 所以我们把这个造钞 三种 第一个 A 根号KX 再加上 B Exponential 根号 负的 Exponential 根号 K K X 这是什么 当K大约0的时候 另外一个是什么 E X 再加上F F 这个是当K 我们就跑出这几个函数了 对不对 我们就是这样子做 说到这边 大家了不了解 所以说 虽然说 这个步骤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说老实话 没有经过训练看地图 人看得懂吗 看不懂 那有的时候 他看不懂地图上的符号 看不懂有什么感觉 应当怎么走 那就很麻烦 你当然要受训一下 受训一下就很容易的 这看起来很复杂 但事实上不复杂 谢谢